睡前運動到底要不要吃東西呢 每次下班去運動 結果肚間很晚了 回去想要趕快洗洗就睡 那這樣睡前還能夠吃東西嗎 幾乎每天我都會收到網友的私訊 我問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根據你心中所擔憂的一個問題 來去分別討論對策 第一個 擔心睡前運動和進食會影響睡眠 大家都知道運動完了要進食 但又怕進食會影響我們的睡眠 但其實主要影響睡眠的問題在於說 你的運動而不是我們的進食 所以如果你擔心會影響睡眠的話 我建議你在正式睡覺前三個小時 都不要運動是比較好的 當然適度的運動 確實可以讓我們的睡眠品質給提升 但是我們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體內的溫度會升高 而且也會讓我們的心跳加速 這種刺激身體的皮脂唇 以及我們的腎上腺素 反而會影響我們的睡眠品質 但也有研究顯示出 睡前進行35分鐘的一個訓練 它的睡眠狀況其實跟一般人是沒有兩樣的 所以說 睡眠注重的是我們的規律性 如果你平常習慣怎麼做 你現在就可以去怎麼去做 我們要遵從自己身體的感受 第二點 擔心我們的睡前進食會越吃越胖 重點其實不在於你睡覺前吃的那一餐 而是要看你整天的攝取量 運動後的那一餐是最重要的 也是很多人都會把它去忽略掉 因為剛好卡薩還睡覺前這種尷尬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總是覺得吃飽後去睡覺 一定會變成脂肪啊 很多人也會覺得吃飽後要趕快運動消耗熱量 這些看似好像很對的觀念 但其實觀念都是不太正確的 希望大家趕快把這個觀念給丟棄 你整天的消耗量是看你的活動量來去決定的 而當你吃超過這個量 就是變成我們的脂肪來去囤積了 那如果吃不夠呢 我們就會消耗身體本身儲存的能量來源 有甘糖或者是我們的脂肪 而決定消耗量的多寡呢 取決於你的肌肉量 跟你的平常的日常活動 如果你平常都用走樓梯來代替電梯 能夠站著就不會坐著 那麼你的消耗量就會比一般人來得高 如果你整天的攝取量是在睡前 都還有扣打可以吃的話 那麼你運動後就是可以吃的 如果你的訓練量充足 即使超過你的攝取量 我還是會建議你記得要去補充 因為在此時候 我們肌肉的吸收率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的訓練強度其實非常的一般 而且運動時間都不到半個小時 我的建議你就不用再吃了 喝水就可以了 而通常睡前吃東西是最容易發胖的 原因在於說你睡前吃的那一餐 是你製造出多餘的熱量 就是你已經整天攝取的熱量已經沒有了 你還去多吃了零食 那當然會發胖啦 總而言之你只要控制住你的每日的攝取量 就不用擔心睡前吃東西會有發胖的問題 第三點 擔心運動後如果不吃東西 肌肉會流失掉 如果你害怕是你的肌肉流失 代表你在意的是運動的增肌效果 那麼要增肌的話 訓練後是一定要吃東西的 要補充好的蛋白質以及碳水化合物 如果訓練後真的不想吃東西 那麼你就要確保你整天的蛋白質攝取 有到你每公斤體重的兩倍的克數 例如說你是60公斤 我們就要攝取120克的一個蛋白質 而如果你要補充營養素的話呢 我會建議可以去喝弱蛋白 因為它的吸收消化非常的緩慢 會讓你慢慢的釋放你的胺基酸 讓你的身體在整晚都在進行合成作用 如果你想靠吃食物也是可以的啊 大原則就是吃圓形食物 千萬不要吃垃圾食物 這個時候你需要把持住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啦以後就不要再問我 營養師我下半號運動要不要吃東西 答案取決於你的目的 趕快放下你手中的一個宵夜零食 把這集內容分享給有相同困擾的朋友吧